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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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遇到你 没有你 一点也不扎心 有了你凌乱我的神经 Hey Hey 我到底得罪了谁才 遇到你 对的我没了脾气 翻透了你 有多么话都不靠近 我不想你 谁想你让谁想去 我谢谢你放过我可不可以 我早已走到屋里 我开始怀疑人生 可为什么偏偏爱上了你 我不想跳进你的壳里再逃不出去 我的心不反应你 可偏偏我和你斗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我去 我去 霍宾 你别逼我 你说我逼你 难道这些年 你们没有在逼我吗 我为了不跟你争 做了很多弃我妈的事 故意把自己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平友总裁 可是你觉得我让你让得还不够 我把公司的股份全都给了你 可是你呢 你却把公司的股份全部卖掉 拿着钱去了花之波 你有没有想过我爸是怎么死的 假货事件 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是谁把我五十亿了 拿着那些假的事件报告 放在我的桌子上 让我误以为那些都是审核过的商家 别告诉我这些你都不知道 我一步不让 你们却一步不逼 是 我知道 你恨我爸对不起你爸 可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问问自己 你做的那些事情 你对得起我爸吗 我 我 我 多少个夜晚 我看着我爸的意乡 我跟 我恨不得毁了你们 你看 可是我做不到 你是我最亲爱的哥哥 我下不去手啊 可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问问自己 都对我做了什么 我可以恨你吗 不便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阻止你们 违法上市 至于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随便吧 什么 陆翔把你们拦下来了 对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陆翔啊 永远都不知道轻重缓急 我告诉你啊 你无论如何 不能让霍宾把这件事捅出去 捅出去以后 咱们画直播就完了 是 小雪 快来找妈妈 来 儿子 玩累了吧 别跑了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 先一会儿啊 来 我们吃个饼干 妈妈喂你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吧 多吃点啊 好 喂 喂 何同没找到啊 你刚刚怎么能让他走了 我明明让赵亮他们堵住他了 今天会那位怎么样 有什么情况 我让赵亮和康健在那边等他 没有见到火灵 火灵去哪儿了 合同在哪儿啊 你快想想他能去哪儿 三 二 一 开始 余阿姨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余阿姨 我还记得 余阿姨 你曾经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说如果你的女儿还活着的话 是跟我一样大的 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 没有 小雪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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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龙小雪 母了 一夜 母了 肯虽 父母了 父母了 你 我真的没有体验 生了很多事情 回来之后 我又不敢告诉你 我 我爸说出来 我又一定会再一次失去你 静静 寒露露 有才多待到花药强 有这以后 以后我再慢慢讲吧 你别太难过了 能和你妈妈相认 毕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会陪着你 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时刻 如果哥哥 坚持让花药强上市的话 难道我真的要把他送进监狱吗 他可是我的亲哥哥呀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他们现在还没有明确表示 说要放弃上市 这怎么办呢 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阻止他们做违法的事啊 花药强的股份 也由我爸爸留给胡静的钱 我的话我可不听 胡静的话 我可或许会听吧 明天带你们去捷妈呢 好吗 霍宾 胡静 你现在在哪儿 方便出来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跟你见面聊聊 这么晚了 后边怎么还没来 电话也不接 后边 后海 她可能就是 然后这 Kitty 担心 再次 ambos elas 担心 秘密 俩 补俩 tam daughters 俩的 你们能不能帮我 炆啊 datas 给不给 因为我 你 吧 赵总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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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了 别动 别动 霍宾 霍宾 你没事吧 霍宾 去 姐 姐 走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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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我做这些 可都是为了你啊 陆总 当时 有人看见吗 这里很僻静 应该没有人看到我 你给我听清楚了 没有人知道你杀了人 人是霍宾杀的 好 知道了 我 杀了 你 啊 啊 来 可儿 陆祥 你没看见货币啊 没有 我也在找他 有他的消息 马上给我打电话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杨栋梁 肚子 杨栋梁 f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说好不来 怎么还不来啊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坐吧 你叫王美人 是小斌的同事是吧 是 来 喝吧 好 谢谢阿姨 阿姨 我其实来不是来找霍彬的 那 我有个视频要给您看看 视频 您坐 您坐 余阿姨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余阿姨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小雪没死 小雪没死 我就是陆小雪 小雪 我的女儿 妈 妈 快 快 快给小雪打电话 我马上见她 马上 余阿姨 我打了 当时现在联系不上她 联系不上 妈 露翔 你知道吗 小雪没有死 她没有死 刚才我就看到视频了 她自己录的 她在视频里头喊我妈妈 喊我妈妈 余阿姨 我们来找您 你们是霍彬的家属吧 是的 我是她哥哥 我是她妈妈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我是居委会的 刚才警察来电话 让你们到医院去一趟 医院 医院 好像是说你们儿子出车祸了 什么 公安局的人说 你儿子好像涉嫌杀人了 杀人 这不可能 你听错了吧 我不会听错的 警察说的 在你儿子的汽车后备箱里 发现了一具女尸 死者名字叫 叫胡敬 是吗 我儿子没有杀人 阿姨 我儿子没有杀人 你别着急 我儿子没有杀人 后边不会有事了 我儿子没有杀人 可儿 警察怎么说的 没有杀人 警察说 后边开车撞到树上 后部受到中创 胡敬是在他的后备箱发现的 具体死因 警察还在等法医报告 但他们怀疑 是胡敬杀害了胡敬 意图抛尸的路上撞到树上 导致脑部出现 他们在等胡敬手术完之后 给他露口锅 不可能 不可能 死的是他姐姐 我儿子不吃杀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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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别激动 警察还在查呢 我将硬事情很快就会有真相 呗 我儿子不吃杀人法 你昨天有没有找人对霍宾和胡敬做过什么 找到霍宾了吗 我就让 康剑和赵亮 去证监会等他 阻止他递交材料 人都没找到 我能对他做什么 你别再撒谎了 我就不相信你了 信不信由你吧 这要是能找到 我还给你打什么电话呀 你刚才说胡敬 小雪她怎么了 到底是谁杀了胡敬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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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霍宾哥杀了胡敬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 就是 这怎么可能呢 我也相信霍宾不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 一定是被灾汤陷害的 不行 我现在就去公安局一趟 给警察说明 霍宾哥是被人冤枉的 梅人 梅人你怎么了 谁杀了胡敬 我要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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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我吗 你快清楚 我们不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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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胡敬怎么就死了 怎么就死了呢 我们都感到很意外 胡敬的死 胡敬没有死 等我醒来之后 静静就会站在我面前 喊我的名字 冲我笑 一定是这样的 梅人 一定是这样的 我只要等到他醒来 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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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呢 不带进房间 那个 什么来着 走 不带回房间 走 那个110还是120 咱们他那个 医生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了 脑内的遇血呢 已经清除了 患者的各项身体指标呢 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 但具体的情况呢 还得等病人醒来之后 才能确定 不好意思 不行不行 不要见我儿子 阿姨 不要见我儿子 阿姨 你别这样 阿姨 别这样 阿姨 你冷静一点 我们先坐一会儿 我要见我儿子 我要见我儿子 我要见他 我要见我儿子 我要见我儿子 虎必 你现在到底怎么样 你能醒过来吗 你放心 我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你 你从来 有多两个人 你好 我是行侦处的李强 我是经侦处的王小平 两位有什么事 是这样 陆明杰先生 你应该知道了 霍宾的车祸事件 这起事件涉及到了 胡静的死亡调查 我们已经锁定嫌疑人赵亮 希望你为警方提供有效信息 如果你有任何隐瞒和包庇 会涉及到刑事责任 赵亮确实是我公司的人 我也一定会好好的配合 我也觉得赵亮应该是嫌疑人 建议尽快拘捕审讯 好 我们会尽快发出通缉令 你知道赵亮的逃跑方向吗 我们 我们这是沿海城市 海陆空这三方面 我估计走海陆的 可能性更大一点 不过海岸线这么长 你们怎么不控抓捕啊 这你就别管了 现在有的刑事犯罪 也会和经济犯罪相关联 我们经济处会对你公司以往的经营和财务方面 进行一下调查 希望你们积极配合 好 我们一定配合 一定配合 好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 再见 警官慢走 霍兵已经醒了 是的 我宁为他办理了取报候审 我们现在可以去探视他了 警察跟霍兵路口供没 霍兵是怎么说的 医生说他不适合路口供 他忘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才办了取报候审 走吧 妈 这个话不能浇太多水 水太多的话花就容易腐烂的 小雪 小雪 你来了 明远走了 小雪 小雪 小雪也没了 小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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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能有事 你要有事 让妈妈怎么活 怎么活 我 我你还记得吗 薛 黄亚 我 她 我 霍宾 你之前已经试过一次医了 是骗我们的 我告诉你 这次我不信了 胡锦是怎么死的 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叔叔 你在说什么呀 陆祥 医生说了 霍宾头部受创 炉内出血 还没有恢复 真的记不得了 不 必须老老实实给我讲出来 陆总 你轻点 松开他 你吓着他了 他 松开陆祥 他 你放开他 可儿 霍宾怎么样了 我还正想到医院 去看看他呢 奶奶 你说 胡锦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霍宾也变成这样 奶奶知道你心里难受 这样的事换成谁 都接受不了他 我想所有的事情 都回到昨天多好 你只要胡锦 还能坐在那边 吃你给他做的饭 我比每天还能去上班 就算我们再怎么吵吵闹闹 起码他知道我是谁呀 别太难过 不 事情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要坚强 遇到事情就要去面对 你说对不对 鬼 你真是太胡闹了 你居然连和外人到家里来偷东西 太不像话了 我们那不是在偷东西 我们是在救你 爸 我们家又不缺钱 你为什么要跟陆明杰那种人 一起狼狈为奸 一起做假账呢 住口 难道你为了利益 就可以不顾是非不顾法界 为所欲为做你想做的事情吗 爸 要不是你们一起做假账 霍兵哥哥根本不会变成这样 胡金他也不会死 你 喂 余总 做假账 我刚配合你们公司上市的事情 终止吧 余总啊 你也知道 我们花之波为了这次上市 已经豁出去了一切 你 你别置我们于死地啊 何元已经被货兵给偷了 我女儿也知道了这件事 这件事再进行下去一定会有风险 我不可能为了你们花之波上市 把我自己给打赏 之前努力了这么久 眼看就要成功了 明洁 事情已经败露了 第三个人知道 再进行下去 会有太大的风险 现在申报上市的材料 还没有提到证监会 只是犯罪被碎 再不下走 那我们就真的违法了 况且 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冒险 你觉得 事情还能做得下去吗 明洁 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这里地段偏僻 没有摄像头 目前警察也没有找到目击证人 所以 侦查的难度非常大 静静 到底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离我们而去 我们一定会找到她 为你报仇 静静 崔丹飞 你分明在撒谎 胡锦都出这样的事情了 好歹你们也曾经住在一个屋子里 生活了那么久 你竟然还帮着陆明杰说谎话 你的良心去哪儿了 好 那你们晚上去哪儿了 这些我都跟警察解释过的 没必要跟你们说 没说清楚不准走 菲菲 警察现在在查案 大家都希望多找一些证据 早一点还原事情的真相 你们真懂 说得跟比警察厉害似的 李小苗 放手啊你 你们两个干吗 你要是坚持你那晚事跟陆明杰在一块 放开我 你就看着胡锦的遗像说 我看看你在死人面前 你是怎么面对你那些鬼话的 放开我 我不要对着什么死人 慧气我不想死 你看看我 你看看你 你连胡锦的遗像你都不敢面对 还说你没有撒谎 我不要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 你放开我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在一块吗 好 我告诉你们 我得了重病 那天晚上 陆明杰在医院里陪了我一夜 这一定是报应啊 是我造的孽 报应在我闺女身上了 你说 她怎么不报应在我身上呢 叔叔您别这样 可儿 今天我找你来 是想求你帮我办件事 当年的绑架案 我必须得跟霍董夫人和陆祥说清楚 需要你帮我约一下他们 对了 还有陆总 陆明杰 霍家现在变成这样 都和当年的绑架案有关 陆明杰对霍董偏见太深了 所以我得跟他们说清楚 所以您的意思是 当年的绑架案 跟霍叔叔没有关系 是 世伟 这次叫你跟李斌过来 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们 陆总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现在公司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我和霍总也想过各种办法 都没有解决好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你和李斌做一个绑架我的假象 让我们绑架你 对 现在公司欠债 债权人逼得紧 但公司现在没钱 如果法人被绑架了 他们也就没办法逃债了吧 陆大哥 这个事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 别再说了 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制造我被绑架的假象只是权益之计 华晨 你那边抓紧去收回我们的货款 一定要快 陆大哥我不同意你这种非常规手段 好了 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不要再有意见跟分歧 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做 公司就一定可以挺过来 这位 你和李斌 是我和华晨最信任的人 这个绑架事件 就由你们两个来做 记住 我们只是演一出戏 目的 是为公司争取时间 只要不报警 你们就不用害怕担责任 陆总 我们会尽力办好这件事情呢 那就拜托你们了 不可能 我哥哥去做的绑架案 他会让你们去绑他 事实 确实是这样的 霍董怕以后出现什么意外 特意录了这个音 留到关键的时候 作为证据 好为我和李斌来洗脱一下 这段录音是假的吧 如果是假的绑架案 那我哥怎么会死呢 本来说好的 可是没有想到李斌改变主意了 他因为欠了赌债 执意把假绑架案 变成了真绑架案 李斌直接开车 去绑架了陆祥和小雪 我假装同意他的做法 然后去给陆总报信 陆总一听就急了 把家里的钱都带去 当成赎金了 你撒谎 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本来啊我劝过李斌 可没有想到染上如瘾 他已经泯灭了人性啊 在拿赎金的过程当中啊 他跟陆总发生了冲突 事情变得完全不受陆总控制了 就这样假绑架案 变成了真绑架案 结果李斌被击毙了 这件案子也就结案了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你们制造的假路因来骗我们 你们不信啊 可以拿着这份录音去做鉴定 录音是真实的 他所记录下的 当时发生的一切 就是真相 我和霍斌找过你 问过你事情的真相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当时我也是刚刚背叛了董事长 如果我把这事情说出来 你和你兄弟多年的隔阂 就消除了 你们兄弟俩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我 我是为了自保我才这么说的 这就是霍华昌的诡计 他想来抹黑我哥 我原本可以把这些陈年旧事 一辈子烂在肚子里边 我有什么必要说呢 我说出来同样对我不利 可是我为什么说 那是因为之前我说了谎话 骗了陆祥和霍斌 我女儿遭了报应了 现在丹妃得了重病 这个时候我再编一个谎言 还有意义吗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真相说出来 我是为了赎罪啊 你说我以前是做过很多的错事 你们可以不相信我 我只是想为了我女儿做点事情 真相 这就是骗人的真相 霍华昌 霍华昌是真正的骗子 而不是我哥 我永远都不会相信 反正我是不会信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葬送我一家幸福生活的人 是我亲生父亲 霍叔叔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他就非常疼我 无论有什么好的东西 他都会先给我 下班回到家以后 在保护兵之前 他总是先把我抱起来 笑着说 你看 两个儿子多诚 在你心里 从来没有把霍叔叔 当做自己的爸爸吧 其实很早之前 我就已经把他当成了我的爸爸 可是后来叔叔告诉我 他跟当年的绑架案有关 我非常痛苦 这么多年的父子感情 一个重新给我温暖的人 怎么可能和绑架案有关 你不该怀疑的 你应该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就像我一样 我不会相信 霍宾是杀害胡靖的凶手 我也在等一个真相 好了 科尔 我们走吧 虎青的刀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一定没有很错人 是他们陷害我哥 哥 我永远都相信你 我永远都相信你 好玩吧 你慢一点啊 霍宾 想不到有一天你会变成这样 如果我还跟你在一起 我能接受这样的你吗 我不确定 霍宾 相信我可以将寂寞驱散 给你最久的陪伴 相信你会懂我有多勇敢 就像迎着风雨飘摇回家的孤帆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想起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我永不变的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 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想起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我永不变的 我还相信爱你是我永不变的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相信你还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我对的 ïnt Shawn 永不变的选择 你个人 你不变的选择